他生时就已经开始暗恋他 之所以今年才开始追求大S 是因为大S这些年来都有男人在身边 自己不方便表示什么 现在追求空窗期的大S也算是名正言顺 免了夺人所爱的嫌疑 劫爱摄影的何仁东还表示 气质出众的大S是他目前最想拍照的女艺人 今天我去你家 你父亲说你不在 我在家 我趁你们在花园说话的时候 从后面先偷偷跑走了 他怎么说 他不同意 当平 那我们怎么办 上个月开始秘密交往 据知情人士透露 何仁东今年初就开始主动出击 爱情公事频繁 即便在内地参加活动 依然每天打电话发短信给大S 在他的猛略追求空事下 上个月大S终于答应了与其交往 有台湾网友就称 不久前曾目击两人在电影院一起看 《蝙蝠侠前传2》《暗夜骑士》 共持一份爆米花 因为大S意识到 之前他和蓝正龙周一云的感情 都无解而终 就是因为太过高调 媒体给他的压力太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S也想快点找个归宿 踏踏实实的结婚生子 所以这次 大S和何仁东都决定暂时不公开恋情 大S和何仁东经纪人态度暧昧 昨日记者致电大S和何仁东各自的经纪人 确认两人的恋情时 双方经纪人的口径 竟然难得的默契 都一直表示 大S和何仁东 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碰面 是好朋友 现在还都是单身 但未来两人将会如何发展 就要问两位当事人了 娱乐尖锋 整理不在乎